好,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所谓的赔能2.0 Balance 2.0 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身的学历 好,我本身呢,是修了,在日本修了营养学 专攻食物营养科学 就是呢,里面的食物各种各样的变化 怎么样把油脂肪三个连接变成酸酸钢脂肪 OK,怎么样把这个水拿来给它分解 变成氢气,变成氧气 然后呢,怎么样让糖变成那个益醇 变成那个益子,或者是变成那个cholesterol 我们学的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东西的 好,那么介绍,简单的介绍完自己的学历 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所谓的赔能2.0 在这里想要问大家一下 各位,特别是各位领导 或者是各位语为的粉丝啊 或者是长期有关注着我们的这个 这个课程的,很爱学营养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个赔能啊,重点在哪里吗 OK,你们把这个Balance推出去 哇,Balance这个月做promotion 要买这个东西很好 人家新人来问你 Balance是吃来做什么的 请问你们怎么回答 哦,吃来糖尿病的 吃来 吃来胆固醇的 吃来减肥的 吃来美容的 是不是,大家都是看着那个slide这样子讲 但是呢 我来教你们了,怎样以快速的方法去解决 怎样的快速的方法去传达给一个新人 给他知道好不好 很简单罢了啊 很简单罢了啊 你听了我这场课过后你就会怎样去介绍给新人呢 这个Balance相较于 重点 OK,这个MACADAMIA OI呢 它有什么样的厉害呢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 然后呢 一盒的Balance有60包 这个月公司做promotion虽然已经卖完了 但是有preorder ok 就是呢270块买一送四小盒总共加起来有100包 这个呢 这边想要知道详情的就去问你们的领导啦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Balance里面有硬价果油加上我们这个所谓的澳洲坚果油 两个加起来里面富含了Omega3679 这张图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在那边放 可以啊 这边看得到吗 3679啊 3679 所以呢 在这边给你们知道一下 OK 3跟6 相信的领导都知道吗 拿来吃什么 等下我还会给新人 因为一定会有新人的 今天我还会讲一下3跟6的 但是呢 今天哦 这个3跟6呢 在这个Balance里面呢 它的含量相较于硬价果精华油来说的话 它是属于比较中等的 它的含量没有这么多 OK 所以呢 它最富含 最丰富的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Omega7 Omega7啊 虽然Omega7也很丰富 但是我们不focus在那个 我们focus在Omega7 所以今天的重点呢 就要跟你讲了 这个Omega7 有要跟我说话的朋友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说啊 等一下啊 现在我们先看slide先啦 好 来 一样重复的 重复一样的这个图有点很小 很多人看不到 OK 很多人看不到不要急 新人你好 来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图啊 今天我讲的课新人也会懂的 你不用担心 OK 因为我本身呢 我每次在讲课的时候呢 我都会问自己 我要怎样子讲 才能让你们全部人明白 啊 这个是我要做的功课 所以呢 我的功课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先给你看这张呢 因为 呃 我那张哦 另外一张是来 我刚才做的一些修饰啊 还没有做到很熟悉的 等一下 好 等一下想要聊聊天的 等一下朋友们我们再看啊 这个我只要minimize一下 能minimize吗 不能啊 不能minimize啊 这个 这个screen 好 没有关系啦 放在最旁边啦 OK 来看啊 所以呢 来 我们的这包balance 看好了 有Omega 3 6 7 9 对吗 所以呢 三个六相较于来说 它是属于中等含量的 啊 它最丰富的就是这个Omega7 所以今天我们要着重的 就是所谓的Omega7 这个Omega7到底是哪来做什么 它的重点在哪里 今天我就会很清楚的跟你们讲 包括新人肯定也听得懂的 OK吗 来我们首先我们来讲 Omega3跟6 所以呢 性人 简单来说 Omega3跟6 是什么东西来的 今天啊 我快速的跟你们讲 3跟6啊 你们要注意啊 OK 3跟6是这样子的 Omega3跟6是属于 必须脂肪酸 诶 什么东西来的 我听不懂 Omega3跟6是食物来的 诶 是什么来的 我又听不懂 简单来说呢 Omega3跟6 第一点它是食物 第二点它是必须脂肪酸 什么意思呢 营养学的定义 我们以前啊 我们 这些 我们读出来 我们大学的时候呢 书馆 世界卫生组织呢 OK 各种各样的营养学籍的书 都有一个定义 定义Omega3跟6是什么 第一点它是食物 第二点呢 它是必须脂肪酸 所以到现在啊 很多人还不懂 今天啊 听完这堂课的朋友们啊 你们全部人啊 要洗你们脑 一个东西 第一点 Omega3跟6是食物 第二点 它是必须脂肪酸 诶 我还是听不懂 什么意思啊 我这边 我清楚的跟你们讲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第一点啊 食物的定义是什么 食物的定义就是讲哦 你怎么吃 你一天啊 想起手的人啊 等一下 这堂课你们准备问题 再问我啊 我现在我讲 我讲课先啊 食物的定义就是啊 我们每一天啊 吃三餐 对吗 我们每一天吃三餐啊 为什么要吃三餐呢 这三餐怎么样吃都好 都会离不开 六大营养素 这个叫做所谓的食物 Omega3跟6就是食物 我问你们啊 糖果它是食物吗 不吃的 六大营养素吗 没有吗 对吧 零食呢 我们吃的 我们吃的这些零食呢 它是不是没有六大营养素 所以它被 它不是被定义为食物 所以你吃的食物 诶 哦 screen sharing is paused 我看一下 我重新下过一下 我的screen啊 在这边啊 看到了没有 sorry啊 来 重新看 看多一次 这边啊 朋友们看得到吗 所以呢 来给你们知道啊 Omega3跟6 它的定义就是食物 食物的定义 第一点 怎样吃都离不开 六大营养素 为什么我们要吃三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我们要碳水化合物 我们要蛋白质 我们要纤维 我们要维他命 我们要矿物质 我们要脂肪 这个叫做六大营养素 然后书本就写什么东西 哎呦 书本好写不写 它写什么 它写Omega3跟6是必须脂肪酸 什么是必须脂肪酸 必须脂肪酸的定义啊 必须脂肪酸的定义 你们要听清楚 必须脂肪酸的定义呢 就是呢 我们的身体哦 自己不能制造还不要紧啊 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要吃它的 这个叫做必须脂肪酸 Omega3跟6就是这个定义 OK吗 它是属于食物界的必须脂肪酸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吃 为什么每天都需要吃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每天都需要吃吗 因为这个Omega3跟6书本是这样子写的 它写啊 Omega3跟6之所以你每一天都要吃 因为它不能留在身体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Omega3跟6 今天的尼拉哈 吃很多Omega3跟6 它还是一样 如果它用不到我们的身体的话 它会flush出去的 它会流出去的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吃多的问题 OK吗 在这里我给你们讲 不用担心吃多的问题 怎样知道自己吃过多呢 就是呢 你们看一下你们大边小边 有没有有有的 啊 那个就是吃多了 好不好 很简单的 因为它不能留在身体里面 所以呢 它会flush出去的 你们不用担心的 它跟Vitamin C的定义是一样的 等到Vitamin C我也会带一点给大家知道一下 OK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没有 今天哦 这也没有人问了 反正呢 我们是识读出来的 我们是用原理讲的 原理是讲什么东西 原理就是跟你讲 宿管临床实验 做出来的结果就是 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吃Omega3跟6的 因为这个Omega3跟6 身体不能制造还不要紧 你吃进去它还不能 如果你吃多了 它不能给你保存 它会给你flush掉 它会跟你流失的 所以你每一天都必须要吃 那这个就是这个定义 所以大家知道了没有 这个Omega3跟6 它的重要点在哪里 所以很多人呢 很多领导他们就来问我 我要怎样子跟我的下线去讲 我这个油真的很重要 我每一天都要去吃它 这个东西 怎样去跟他们讲 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来问我 我这个病我可以吃吗 我那个病可以吃吗 没有在 从今天以后没有再有这个问题 反正呢 这个是食堵素 这个是原理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出来 Omega3跟6 你每天都一定要吃 只要你是人 OK吗 只要你是我们一个人 你就要吃 明白了没有 就是这样子的定义 它的定义啊 跟水跟饭 它是一样的 明白了没有 只是现在很多人 他不知道 其实呢 我们必须要吃 这么重要的东西 明白了没有 在这边 OK啊 然后呢 这个Omega3跟6 到底是吃来做什么的 在这里呢 就要跟新人讲一下 新人讲啊 主要啊 Omega3跟6 第一点 通血管 OK吗 通什么血管 把你血管里面黏住 氧化的胆固醇 氧化的三酸肝油 氧化的坏油 氧化的坏油 氧化的矿物质 氧化的维他命 给它洗掉 明白了没有 通血管 所以你看啊 现在报纸是不是很多 新闻啊 Facebook到处看 什么东西 性血管疾病 又在死几个人 性血管疾病 死因又是这个东西 所以 性血管疾病 主要是什么东西 血管阻塞 为什么血管阻塞 血管阻塞 血管阻塞 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Omega3跟6 吃的就是什么 第一点 洗化油 第二点 通血管 第三点 消炎 OK吗 明白了没有 这个就是它的重点 当然它对我们的身体 有很多 很多好处的 在这里啊 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只要你的 餐桌上 只要你的厨房有 奥标油 啊 翁印油 我不要讲到很清楚啦 什么油啊 你们知道 只要你的 那个厨房有那一种 煮菜的油 你就需要 好油 洗它 你就需要Omega3跟6 就洗它 明白了没有 为什么现在的 这么多人呢 他们有亚健康的问题呢 亚健康的问题 很多时候呢 就是在于 吃了 会有导致细胞阻塞 细胞 无法帮我们 有效的做 新陈代谢 OK吗 这个就是重点 这个就是Omega3跟6 OK 我们简单的讲完了 Omega3跟6之后 接下来 我们就要讲 Omega7 来 Omega7的 来 好 很简单不了啊 今天呢 Omega7呢 我不要很复杂话 我用新人的方式来跟你们讲 第一点 Omega7促进心脏健康 我跟你说 你们今天呢 读完了这堂课之后 上了我这堂课之后 你们会发现到 诶 它的原理啦 来来去去是一样的 它跑不掉的 你知道吗 你看我讲的东西啊 它怎样变啊 Goring 怎样翻来翻去 都是一样的 好 怎样讲的促进心脏健康 OK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看到这边写的重点吗 降低患高血压 动脉硬化的几率 OK 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呢 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我们怎样保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主要呢 就是不要让心脏的血管 主动脉 coronary artery 阻塞 OK吗 那边一阻塞 你要大桥 要大bridge 这些东西 要做摆拆 那些一大堆的问题 就会来找你了 OK 怎样保持心脏血管的健康呢 除了Omega3跟6通血管之外 还有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很重要 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 这个就是今天为什么 我们要吃Omega7的重点 大家听好了 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的身体 处于一个不健康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 我们吃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去吃 煎炸爆炒 比如说我们熬夜 比如说我们心情不好 主要是这三点 主要是这三点 睡眠不够 熬夜 煎炸爆炒 还有心情不好 我跟你讲 很多现代的人 都问题 就是这三点 OK 在我们 处于这三点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的开始 就会处于不健康的问题 OK 这个不健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肝脏 就会负责分泌一种蛋白质 叫做C反应蛋白 OK吧 叫做C反应蛋白 什么是C反应蛋白呢 OK 这个C反应蛋白它分泌出来呢 主要呢 是要 短暂性的 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能够吞掉那些不好的东西等等 那是好死不死 这个C反应蛋白呢 越多了 我们的身体的发炎症状就会越严重 C反应蛋白啊 它很够力的 你们知道吗 它现在啊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定义 它的这个主角的这个位置 是在我们的国际地位是非常的重要 怎样说呢 现代的医生 现代的专家 如果你 你这个人 你有做完全面的厌血报告 你的厌血报告一定有这个C反应蛋白 然后呢 专家呢 就是拿这个C反应蛋白 来判断你身体的这个生病 严重到什么地步 比如讲啊 比如讲 我的身体哦 现在有一颗瘤 OK 长一颗肉瘤 长一颗水瘤 长瘤啊 然后呢 医生哦 就看你厌血报告的C反应蛋白 如果你厌血报告里面的C反应蛋白 它是低的 它是非常低迷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肉瘤 医生就跟你讲 是属于良性肿瘤 如果你的C反应蛋白很高的话 医生就跟你讲 哎呦 你这个就是恶性肿瘤 明白了没有 所以呢 C反应蛋白 它给很多医生 他们拿来做这个 呃 判断你的病严重 或者是轻微到什么地步 再来讲 如果你的身体的 如果你发烧 OK 你发烧哦 你又不是很想吃药 你就问医生哦 叫医生来好好的检测你一下 你到底是生了什么病 为什么会发烧 所以医生又在咽你的血 OK 咽你的血呢 出来呢 医生就看到 哦 你的C反应蛋白很低的话 医生就跟你讲 你是属于病毒感染 他就叫你提升你的免疫力 给你维他命C等等 如果你的C反应蛋白很高的话 医生就跟你讲 你是属于细菌感染的发烧 他就开antibiotic给你 明白了没有 所以C反应蛋白 很多医生都拿来判断 比如讲我们肾脏发炎 比如讲我们肺部发炎 比如讲心脏健不健康 有没有阻塞 肝脏健不健康 这些全部医生都拿这个C反应蛋白 来作为一个发炎性健康的指标 OK 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呢 Omega-7就是专门拿来降低C反应蛋白 讲完了 明白了没有 很简单是吧 所以呢 在这边 OK 为什么今天要吃Omega-7 可是在这边呢 我们要把一个定义搞得很清楚 OK C反应蛋白本身呢 它是肝脏制造出来的 对吗 Omega-3跟6 我们吃进去 就会让我们的肝脏干净 我们的肝脏干净呢 肝脏就不会制造出C反应蛋白 然后呢 制造出来的C反应蛋白呢 Omega-7就帮它降低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Omega-367 它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明白了没有在那边 容易吗 非常的容易啊 非常的容易 对吗 所以在这边呢 促进心脏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心脏发炎的话 是因为C反应蛋白多 C反应蛋白多 Omega-7吃进去 降低 C反应蛋白 然后我们的心脏的血管周围 就不会发炎 心脏的血管周围 不会发炎 心脏就健康 明白了没有 简单来说 很简单对吧 Omega-7 今天重点是什么东西 重点就是 Omega-7就是帮助降低C反应蛋白 讲完了 这个C反应蛋白 跟你们再重复多一次 如果身体越来越多的话 我们身体的发炎症状 就会越来越严重 万病死于发炎 什么病都好 一开始都是发炎 发炎过血管阻塞 血管一阻塞 什么病就来着我们 OK吧 很简单 来 来 再接下来第二点 提升C 胰岛素的敏感性 这些怎样子说呢 在这里呢 就要跟你们说 说什么东西呢 跟你们讲解释 完整的解释一下整个糖尿病 好 人家听清楚 糖尿病 OK 糖尿病 以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数据来说的话 整个马来西亚 5%的糖尿病的患者 糖尿病患者里面 5%是属于第一型糖尿病 OK 然后呢 第二型糖尿病高达95% OK 然后根据马来西亚的数据显示 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你们去 我给你们讲很简单 你们去打Google就有了 报纸的报道一大堆出来了 在2025年 马来西亚患有糖尿病的人口 高达9.8% 这个是什么定义呢 这个定义就是呢 100个人里面有9.8个人 接近10个人 是会患有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OK 然后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第一型糖尿病 什么又是第二型糖尿病呢 OK 是这样子的 第一型糖尿病呢 他是妈妈在生了那个孩子出来之后 孩子到了五岁六岁这样子的 被医生判断 哎呦 这个孩子的胰胀天生就有问题的 他是不能制造胰岛醋的 这个是属于遗传性的 来跟你们说一下第一型糖尿病 到现在的病因 以目前的专家 跟目前的医学 目前的科学来讲 他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还是找不到啊 第一型糖尿病 5%的那个 他是属于遗传性 他是属于 天生的 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呢 可能是小孩子 在小的时候不知道做的什么问题 导致身体的免疫系统自己乱掉了 乱了之后呢 会自己去攻打那个遗传 让那个遗传整个坏死掉 不能制造胰岛醋出来的 OK 这个是一个假设罢了 然后 真正我们要focus的是什么东西 真正要focus的是属于 第二型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第二型糖尿病的意思就是说 孩子出事 他到了五六岁 他是有胰岛醋的 他是有这个胰岛醋的 OK吗 但是呢 问题出在哪里 身体出在呢 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 呃 他呢 就会慢慢的 呃 就是导致呢 乱乱吃啊 什么东西呢 让身体的这个细胞太肮脏了 身体的细胞太肮脏 肮脏的不能拿胰岛素来工作 这个就是属于第二型糖尿病 OK吗 所以什么是第二型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就是我们 根本上来说我们的细胞塞 塞到不能拿胰岛素来做工 OK吗 这个就是重点 再来跟你们说 跟你们说 你们呢有没有觉得 呃 怎样子讲呢 有没有看到身边的糖尿病的人跟你讲 他跟你讲什么东西 哎呦 我有糖尿病 医生跟我讲 我不可以吃白饭 医生跟我讲 我不可以吃面包 医生跟我讲 我不可以吃面粉 这个不可以吃 那个不可以吃 他就借口借了很辛苦 借了十多年 借了几十年 知道吗 有意思吗 这个人生 可是他借了几十年哦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就是出在 诶 我的这个糖尿病的 要越吃越严重 所以我问你们 根本上来讲 搞明的是糖嘛 OK 为什么我们要吃糖 为什么我们要吃淀粉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让身体有力气 那个力气的根本是在哪里呢 就是呢 呃我们的细胞啊 人呢 从头到脚啦 包括头发 包括头皮 包括你的脚 脚跟 从头到脚 整个器官都是 要 由我们的这个 呃细胞组成的 所以呢 人最简单的单位 就是细胞 细胞组合在一起 就是变成 组织 组织 组合在一起 就变成器官 器官 组合在一起 就变成 系统 就变成我们的这个人 整个系统就变成一个人 所以呢 简单来说 人最简单的单位 就是所谓的细胞 细胞每一粒细胞 他要 新存代谢 他要活下来 他要生存 他需要糖 ok吗 所以糖给我们有力气 我们每个人都要吃糖 但是 你们不要今天听了我的课之后 你们就一餐就吃两晚饭 一餐吃三晚饭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我没有这样子教你们了 ok 来 再转回我们的话题 好 在这里呢 糖是无辜的 现在糖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就出在这个糖 吊在我们的血里面 ok 这个糖呢 存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让我们的细胞 吃不到那个糖 ok 所以我们的血糖 就会一直在高 一直不能再下 明白了没有 这样问题就出在哪里 然后 问题呢 就出在呢 为什么我们的糖 会吊在血里面 细胞吃不到呢 因为细胞太肮脏 ok吗 细胞为什么太肮脏 因为 反式脂肪 坏油 塞住它 明白了没有 ok 反式脂肪的例子有什么东西 比如讲三合一 三合一饮料 比如讲 奶精 比如讲 涂在面包的那个植物奶油 ok 还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讲 还有一些牛奶糖 啊 比如讲一些便宜的 啊 你看那价钱啊 两三块钱的牛奶 i Ninja 牛奶 特别是那种卖的很便宜的饼干跟蛋糕 这些都是含有大量的人造奶油植物奶油的 在这里再跟你们说一下 所以今天听了这堂课要保护细胞 要好好照顾瘾胀的话 首先一定要借反翅脂肪 反翅脂肪一定要借少吃 少吃都不可以了是不要吃的 今天为什么叫你吃Omega3跟6 Omega3跟6就是洗细胞让细胞干净 明白了没有 Omega3跟6就是洗细胞让细胞干净 重点在哪里Omega去做什么 现在的人我来跟你们解释 还有一个人他们除了细胞肮脏之外 细胞肮脏还不要紧 他们还有一种问题叫做胰岛素抵抗性 什么是胰岛素抵抗性 首先我们要知道 胰岛素是哪来做什么的 胰岛素你们想象一下 细胞就是吃饭的对吗 细胞就是吃饭的 细胞呢它要把糖吃掉 你的血糖就会下 然后呢这个细胞呢不能直接吃糖的 它要胰岛素来喂它 OK吗 胰岛素就是一个汤匙吃 它把那个胰岛素呢就拿那个糖 喂给我们的细胞吃 OK吗 如果没有胰岛素的存在 就是我们的细胞就吃不到糖 OK 细胞不能这样子直接吃的 因为呢如果它直接吃的话呢 它会把血里面的重金属啊 这些防腐剂什么都给吃掉了 所以这个是没有逻辑的 所以细胞它张开嘴巴的时候 它需要胰岛素帮忙吃糖 这个是重点 OK吗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出在呢 我们的血里面 有胰岛素 OK 血里面 有胰岛素还不要紧 我们的细胞不知道血里面有胰岛素 这个就是重点 然后呢我们的血里面 不知道有胰岛素还不要紧 我们的血 我们的细胞 因为sense不到胰岛素 感知不到胰岛素 它就发那个信号 它就发出一个信号 教我们的胰藏 制造更多的胰岛素出来 因为呢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的胰藏呢 制造出来的胰岛素 它是有限制性的 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呢久而久之呢 这个胰岛素呢 这个胰藏呢是不是制造不出来 它会晚 它会晚的你知道吗 所以 医生怎样判断你有第二型糖尿病 它就淹血出来 OK 它淹血哦 淹血到你的胰岛素啊 突然间很高的话 这个就是第二型糖尿病 因为呢 胰岛素突然间飙到很高的话 迟早啊 这个胰藏呢 它的胰岛素会用完的 所以呢慢慢的 这个就是第二型糖尿病了 OK 这一种哦 细胞sense不到胰岛素 让胰岛素分泌更多 导致胰岛素飙高 这个叫做胰岛素抵抗性 OK 重点来的 重点就是呢 Omega-7 它就是跟你的细胞讲 它就是专门的 它把这个胰岛素跟那个细胞连接在一起来 连接起来 就是跟你的细胞讲 诶 细胞 你现在是有胰岛素的 它就发一个信号 你的细胞哦 就会提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你的细胞一旦提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你的细胞就不会分泌这么多的胰岛素出来 你的胰藏啊 讲错你的胰藏啊 所以呢 能直接的保护你的胰藏 让你的胰藏工作就不会那么的负担 明白了没有 这个就是Omega-7的重要性 然后呢 如果细胞 它呢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提升 它就能更加快速的利用这个胰岛素 它一旦能利用这个胰岛素 我们的细胞就能够吃糖 所以呢 葡萄糖的代谢就能增加 这边听好了 各位 各位听好了 因为这个很重要 等下会跟你们讲为什么重要 要记得 增加葡萄糖的代谢 这个很关键 OK 所以在这边 不要发信号 让你的胰藏分泌这么多的胰岛素出来 这个就是它的重点 OK吗 所以呢 久而久之 我们的胰藏就会健康 来 再来 糖尿病 糖尿病还有最后一个重点 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下糖尿病的药 啊 糖尿病的药啊 OK 糖尿病的药这边重点是在哪里呢 重点呢 就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呢 糖尿病的药的 吃着糖尿病的药的朋友们啊 我在这边呢 来跟你们讲一下 你们要如何 你们要如何 用你们的这个糖尿病的药呢 给你们知道 你们现在的糖尿病的程度 严重到哪里去呢 怎样子讲呢 首先呢 第一阶段的糖尿病的药 OK 这边啊 有糖尿病的药的朋友啊 第一阶段呢 糖尿病的药的朋友们 基本上呢 叫做Metformin OK Metformin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 血糖是经由小肠吸收的 OK Metformin的糖尿病的药的工作呢 就是阻止小肠吸收糖 Full stop 没有了 所以啊 它block住你的小肠 不要让你的小肠吸收糖的话 那个糖就进不到我们的这个小肠里面 所以呢 我们咽血出来 哎哟 血糖就会下 OK吗 但是你们听到重点吗 你的细胞是不是肮脏 那个肮脏的问题有解决吗 没有的 再来第二点 你的细胞不知道周围有胰岛素的敏感 你不知道胰岛素 所以呢 它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是很敦感的 所以在这边听到重点吗 重点就是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 这个糖尿病的药 我们只能吃到控制的这个境界 我们吃不到什么东西 我们吃不到 就是改善或者是痊愈的那种 这是不可能的 再来 当你越吃越多呢 到了1000mg 哎哟 医生还是越到你的血糖不能下的话呢 它就会增加第二型的这个药物给你 第二型的药物是什么东西呢 第二型的药物就是所谓的Glycarazide 或者叫Diamycron 这个Glycarazide 这个Glycarazide 这个药物呢 它是拿来做什么的呢 主要 主要 主要呢 主要呢 就是呢 它好像拿着一个藤条这样子 藤条这样子 它就编我们的医障 制造更多的胰岛素出来 它逼它的呢 所以在这边你们听到重点吗 重点就是呢 我们的胰胀一生当中 所分泌的胰岛素 它是有限的 你们知道吗 它是有限的 所以在这里呢 如果分泌到完的话 是不是这个胰岛素它会迟早分泌完 它迟早分泌完还不要紧 它会反抗的 怎样反抗呢 因为呢 这个药物啊 Glycarazide Diamycron 它只是30mg 30mg 50mg 跟80mg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我有点 忘记掉它的分量了 差不多是这样子 你看啊 它相较于 Metformin 一个是500mg 这个才30mg 这个才30mg 所以呢 30 50 80 OK 这么少的分量 它就能编测到我们的 这个仪藏作工了 我们的仪藏作工还不要紧 它呢 在 一段时期 它当它分泌大量的胰岛素的同时 它会分泌两种蛋白质的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 我今天讲的东西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读出来的啦 全部都是书读出来的 OK 分泌什么东西呢 一个呢叫做Peptide C 一个叫做Amylin OK 这两种蛋白质是在我们的仪藏同时间做出来的 所以这两种蛋白质是做什么的呢 这两种蛋白质制造出来的话 在制造出来的同时如果没有利用的话呢 它就会使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仪藏纤维化 那个Amylin 它会化学 它化学反应 它会变成Amyloid的 OK 这些都是科学名词的 来给你们讲一下 明白了没有在这边 所以在这边呢药物没有说不好 它就是 我只是很诚实的跟你讲一下它的副作用是什么东西啦 OK 但是在这边啊 听完了朋友之后啊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糖尿病的药物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一定要吃的 我们一定要吃的 OK 糖尿病跟高血压 胆固醇的药你可以丢 等下我跟你讲怎样 丢啊 OK 讲完了这个之后 呃 接下来如果呢 BlackR在80MG也帮不到你的话 没有办法了啦 你就要去打胰岛素咯 G unit G unit 这样子去打啦 永远就是打针 OK 直接打 直接了当的胰岛素的针 它不是药物的 它是胰岛素啦 OK 直接打进去身体里面的啦 明白了没有在这里 在这里呢 糖尿病可以的话预防 怎样子预防 第一点 你一定要借反式脂肪 当然 很多人说反式脂肪好吃 当然 我也是知道好吃的 等下我也是很想去买那个Ramy Burger来吃 也是很好吃的 我在这边要跟你们说的是 吃要吃得开心的同时要懂得吃的智慧 吃的智慧是什么 吃不健康食物的同时要懂得吃 这个好油把身体的坏油给洗干净 OK吧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为什么跟你们说今天要吃好油 吃好油非常的重要的 现在的 我跟你说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多人还不懂的 真的我看到身边很多人他不懂吃油的重要性 你们的市场很大的 特别是马来市场 你们马来话很好的话 我的这个知识 你们跟马来人讲你们的知识 你们的这个市场是真的是很大的 OK 在这里 胰岛素 这个糖尿病的课题 结束之前 记得这个重点 增加葡萄糖的代谢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再接下去我们来看下一个重点 提高保护感 OK 朋友们 什么是提高保护感 来领导这边 听好了呀 新人也听好了呀 你们 会去吃 buffet的时候 你们想象一下 回想之前 去吃buffet 去吃barbeque 去吃大鱼大肉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吃到最后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怎样 最后的时候就会 哎哟我饱到半死了 我饱到 如果那个食物吃不完的时候 在你的面前 你逼你自己吃的时候 会不会有那种 呜想要呜的感觉 会不会有那个感觉 OK 那个感觉是来自于哪里的 那个感觉呢 是来自于我们的胃 我们的胃 在负担过重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 发出一个信号 给你的脑下垂体 OK 叫做下丘脑也可以 脑下垂体 你们叫什么都可以 英文叫做 这个脑下垂体 就会释放一个荷尔蒙 叫做 饱腹感激素 这个饱腹感激素 一旦释放出来 你看到那个时候 你就会 觉得很饱 或者是你再继续吃下去 你就会想要 的感觉 这个是饱腹感激素 在搞鬼的 OK吗 饱腹感激素 来现在终点是在哪里 Omega7就是提高 饱腹感激素 然后 提高饱腹感激素 这个还不要紧 不要紧 再来另外一个重点 是什么东西 我问你们 你们有听说过 外面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专家 或者是那个减肥达人 运动专家 就会跟你讲一个东西 他提倡什么东西 他提倡 饱腹感激素 他提倡少吃多餐 OK 为什么要少吃多餐呢 少吃多餐的定义是什么东西 少吃多餐的定义 就是让你们的胃不要负担过重 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的 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减肥的方法就是 我一天吃一餐就好了 OK 我一天呢 吃一餐的情况是怎样子讲呢 可能我早餐skip 晚餐skip 我就吃午餐 午餐我一次我就吃到很多 OK 吃很多的情况之下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的胃呢 就会在你吃很多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 本来呢 他就跟你说咯 我今天我的身体呢 我这一餐 我只需要一碗饭罢了 但是你为了要让你晚餐多了 不吃啊 OK等等 你就 让你自己在午餐的时候吃两碗饭 吃三碗饭 你的胃那个时候就很饿了 在你饿的情况之下 他会发出一个荷尔蒙叫做饥饿素 也是你的脑下垂体发出来的 让你一次过吃很多 但是真正来说 你的胃不需要这么多 OK 因为你的胃啊 他顿感了 他不知道 他怎样子不知道呢 这个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叫做饱腹感激素抵抗性 听好了呀 饱腹感激素抵抗性啊 它是跟胰岛素抵抗性一样的 这是什么东西呢 是呢 你的胃本来是吃一碗饭呢 它就能释放这个饱腹感激素跟你说你饱了 但是呢 你的胃 它呢来不及 或者是它动感 或者是它受伤了 或者是它有很多的原因 你不知道 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胃啊 就对了啦 导致呢 你的胃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来不及发出这个饱腹感激素 让你一次过吃两碗饭 吃三碗饭 吃四碗饭 然后到你的胃啊 Kizitara 就是日语叫Kizitara 的华语呢叫做 到你后知后觉 霸觉的时候呢 你的胃呢 已经吃了三碗饭 四碗饭 五碗饭 OK 这个情况叫做饱腹感激素抵抗 这个情况一旦发生 我跟你说啊 迟早你的胃伤害负担很大 OK 因为它有饱腹感激素抵抗的时候 你的胃开始已经有问题了 已经是有问题了 OK吗 OK吗 因为 你的胃哦 一旦来想 OK我今天要的就是这个分量 我每一餐要的就是这个分量 就饱了 但是你的胃不知道 你的胃来不及 sense到那个问题 所以呢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吃下太多的东西 导致你的胃负担过重 这个就是问题 而如果你会 你如果你懂得吃的智慧 你在饭吃饭的时候 你倒一包balance 在你的饭上面 在你的食物上面 OK 能提前促进这个饱腹感激素的吃饭 来降低你的胃的负担 如果你倒一包下去 你的胃呢 会有这个Omega7的这个加持 一旦有这个Omega7的这个加持 你的胃就自然而然的知道 给你知道 你要吃多少分量的饭 OK吗 你要吃多少分量的食物 他会跟你说的 你就不需要吃这么多 你的胃的负担就不会这么高 OK 明白了没有各位 明白了很容易吧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增加燃烧 增加脂肪的燃烧 这个要怎样子讲呢 这个呢 要跟你们说的就是 很容易不了 要减肥的朋友们要听清楚 OK 我今天啊 我来跟你们讲啊 我今天会涉及很多荷尔蒙 你们来是不是很来气 听到都是荷尔蒙 所以Omega7啊 主要它来调荷尔蒙 它调的就是来来气 这几个荷尔蒙 OK 我们的脂肪要燃烧了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体内 不好意思 我喝一口水一下 OK 在这里要跟你们讲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脂肪啊 要燃烧 首先要看一下我们体内的脂肪的种类 体内的脂肪的种类啊 OK 我们的身体里面的 油啦 的脂肪有分两种的 你们知道吗 一个呢 叫做WAT 一个叫做BAT 中文叫做 White Adipose Tissue OK 然后呢 没有英文叫做 White Adipose Tissue WAT 然后呢 另外一个BAT叫做 Brow Adipose Tissue 中文来说的话 一个叫做白色脂肪 一个叫做棕色脂肪 然后呢 我们的脂肪能燃烧 要燃烧的时候啊 要是BAT才能燃烧 只有褐色的脂肪才能燃烧 OK吗 褐色的脂肪它一有它就是燃烧掉了 怎样刺激褐色脂肪的生成呢 临床实验呢 我看几个临床实验它是有写的 在我们的人 寒冷的情况之下 会不知不觉的 促进这个脂肪 这个BAT的形成 BAT形成脂肪就会燃烧 所以你看啦 为什么冬天的时候的人 往往要吃更加多食物的 住在冷天啊 虽然马来西亚没有啦 OK 然后呢 BAT啊 褐色棕色脂肪呢 它是属于 它是属于活性的 它是有细胞在里面的 而WAT它是属于死的 它是没有细胞在里面的 所以WAT 白色脂肪越多的话 它就会存在我们的手臂 存在我们的腰 存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大腿 重点来了 来听好重点啦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呢 就是在于呢 你们有看到有一些人 吃了油啊 吃了油 不是每一个人啊 有一些人吃了油 他会变胖的 胖啊 我不是讲体重加重 体重加重 可能是骨头加重 不一定的 但是呢 它外表变胖 越吃越肥的有吗 有人吗 我来跟你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子 OK 主要它的关键就是在 这个BAT跟这个WAT 怎样子讲呢 OK 好油排坏油 对吗 这个好油呢 它会洗掉身体的坏油 这个身体的坏油呢 它要怎样子排出去呢 它呢 就要通过淋巴 通过淋巴或者是 变成水 它会一系列 变成那个程度的 然后再通过 这些淋巴 这些淋巴或者是肾脏 这样子给排出来 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在呢 它呢 要怎样子流通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坏油 它在被溶解 它在被溶解 在被分解之后呢 它要透过一个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 叫做LBL 上网可以查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 OK LBL呢 英文叫做 Lipoprotein lipase OK Lipoprotein lipase 它就负责把这些 消耗的脂肪呢 它就带去我们的淋巴 带去我们的肾脏 这样子排出来 变成水什么啦 OK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呢 它在带 它在带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它遇到脂肪的话 它遇到肌肉的话 OK 这个LBL会自然而然 把这个油丢给脂肪 脂肪就会燃烧掉 因为有这个BAD在那边 OK 明白了没有 然后呢 第二点 如果它代代代代代代 好死不死 它又遇到WAD 它又遇到这个白色脂肪 它又会丢给 丢回给这个白色脂肪 这个白色脂肪 它就会 储存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越吃越肥 这个就是为什么 有一些人呢 如果吃这个油呢 肥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 运动 因为运动只能刺激marsal的形成 marsal就能帮助燃烧米 这个身体不好的油 明白了没有 这个就是重点 OK吗 没有办法 这个是 我能解释的 好转反应 只能这样子讲 这个是我们 自然的 一系列的 身体的 它的 循环 它的形成 OK吗 明白了没有 我再重复多一次 就是这个LPL 它把这个油 一旦带去marsal的话 它就会燃烧掉 一旦它带去WAD的话呢 Wide edible tissue的话呢 它就会 又再储存起来 让你越来越肥了 所以这类型的人要 要运动 没有办法 提高保护感 燃烧脂肪 我讲完了 这边 要减肥的人 要用这个原理去减肥 Omega 7 很重要 来再来促进皮肤的健康 OK 皮肤的健康呢 我在这边简单的讲一下 怎样子讲呢 朋友们 这边要注意 我们的身体的胶原蛋白是怎样子形成呢 是维他命C OK 维他命C 油 跟 这个所谓的一些酵素 最主要的成分是维他命C 维他命C很重要 还有再来第二点 维他命C 4个小时一次罢了 参考资料来源是 那个 超维他命C的剂量疗法 也是一个字本的医生写的啦 他没有临床实验做出来啦 还有呢 他那本书呢 是参考谁呀 诺贝尔学奖的得奖者 诺贝尔学奖的得奖者 那个Paul什么我忘记了 他是被称为营养学之父 OK 他因为这个维他命C得到诺贝尔学奖 所以这本书你们可以去读 维他命C超剂量疗法 所以那本书啊 他那边就是这样子写啊 维他命C的啊 它呢是变成 胶原蛋白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成分 OK 然后呢 胶原蛋白是做什么的 你们知道吗 有人知道胶原蛋白做什么的吗 胶原蛋白啊 我简单来讲啊 今天这个皮肤 我就大概讲给你们听啊 OK 胶原蛋白是这样子的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身体是不是用细胞组成的 细胞一粒一粒一粒啊 它们黏在一起 就变成 组织 组织 黏在一起 就变成 气管 对吧 细胞要怎样子黏在一起 其实胶原蛋白的定义啦 胶原蛋白啊 不是让你胶原蛋白啊 不是让你皮肤胶一胶一碗 你知道吗 胶原蛋白是全身上下都有 为什么 因为你的细胞要怎样子黏在一起 就是靠胶原蛋白黏在一起 OK吗 所以从头到脚 胶原蛋白的定义 胶原蛋白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 Polagen Polagen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身体需要大量的维他命C 那本书写什么 你知道吗 那本书给我们写啊 维他命C的定义啦 不仅仅是在于保健品 不仅仅是在维他命C 它其实是属于食物 它很重要 所以叫你们大量的补充维他命C 维他命C它跟U一样 它是不能存在身体里面 4个小时 你小便就小出来了 OK 所以在这里啊 好时不时呢 全世界的生物里面 全世界的生物里面 只有维他命C 只有人跟马 人跟马不了 他们的身体不能从葡萄糖 变成维他命C 狗啊 老虎啊 狮子啊 你看他们不用吃水果了 对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身体哦 可以拿葡萄糖 变成维他命C的 我们人跟马不能啊 OK 那本书是这样子写的啦 所以呢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补充维他命C 维他命C 维他命C有好的油 Omega3679 在一起 就能一下子促进 增加身体的胶原蛋白的分量 所以这个很重要 OK吗 记得啊 维他命C今天要吃啊 油也要吃啊 记得啊 OK讲完了 所以你看 是不是又在讲一样的东西 C反应蛋白高 身体就发炎 所以呢 Omega7吃来就是什么 Omega7就是吃来降低C反应蛋白 C反应蛋白一般减少 你看他讲一样的东西的 发炎症状就会完 发炎症状就完 你看 油再是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 油再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看啊 他来来去吃了 他换汤不换药 他来来去就是讲一样的东西 只要你们把这几个重点抓住就OK了 抓住就OK了 来再来 促进胆固醇的水平 哇 时间有点长过 不知不久 我已经差不多要讲了一个小时了 来胆固醇 胆固醇啦 听好了朋友们 听好了呀 OK 还记得刚才我讲什么东西吗 促进葡萄糖的代谢记得吗 来 重点第一点啊 第一点啊 胆固醇不是吃出来的 OK 胆固醇呢 16%吃出来罢了 84%呢 是肝脏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以你们要记住 你的肝脏不会某钉钉制造这个胆固醇出来的 你的胆固醇呢 是要在你的身体做工 它才会制造出来的 OK吗 在这边重点啊 再来第二点呢 胆固醇是什么东西制造出来 它是由 它是由什么东西 它是由葡萄糖制造出来的 OK吗 你今天的你啊 不吃一滴油 今天的你不吃一滴肥肉啊 它还是能制造出来的 你看好了啊 看到吗 glucose acetylchloride HNGchloride 在这里啊 它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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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看到吗 cholesterol OK 当然那cholesterol它有机会变成这个 胆质什么等等 OK这个我不讲 我不讲到这么轻 我不讲这么深啊 只是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大学读的方程式来的 OK 我们大学读的东西啊 来给你们看几个证据 glucose 葡萄汤本身它就是在我们的肝脏变成胆固醇 OK 所以有胆固醇的高的朋友这边要记住 第一点要做什么 不要吃这么多糖 明白吗 不要吃这么多糖 第二点 Omega-7做什么 增加胆固醇的代谢 啊没有 增加葡萄糖的代谢 一单葡萄糖的代谢 一单多起来了 一单多起来 我们身体的肝脏就会 但是不会有足够的糖 一单肝脏 不足够那个糖 它就不会拿糖变成胆固醇 你的胆固醇就会下 OK吗 明白了没有 OK吗 胆固醇的药是做什么的呢 胆固醇的药啊 在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就用笔了 用笔给你们了 OK 胆固醇的药 它就是负责 把这个 OK 胆固醇的这个药啊 就是把这个酵素给破坏掉 Hmg reductive 我们叫 因为呢 这个 Glucose它要变成 Acetyl-CoA 在我们的肝脏 这个Process在我们的肝脏 这个Glucose 要变成Acetyl-CoA 它就会有 Acetyl-CoA reductase的这个酵素 合成 Acetyl-CoA Hmg的时候呢 它又有一个酵素 这个又有一个酵素 有酵素 有酵素 每一个step都有酵素的啊 然后呢 这个 胆固醇的药呢 就是负责把这个酵素给干扰掉它 一干扰到它的话呢 这个Glucose 这个葡萄糖 就不能变成胆固醇 因为这个 中间的这个过程被破坏掉了 哎 你就咽血出来 胆固醇就会下降 但是久而久之我问你们 肝脏是不是会受伤 会吗 因为这个问题 明白了没有在这里 明白了没有 所以在这里教你什么东西 你要挡过唇帝 很容易罢了的 第一点 饭不要吃这样多 OK 第二点 饿肚子 第三点 用Omega-7 增加葡萄糖的代谢 OK吗 OK吗 葡萄糖的代谢的原理就是在这边 好 然后再来跟你们讲啊 当我们的身体 在饿肚子的情况之下 你看欧阳殷老师 为什么他要提倡饿肚子呢 他为什么要提倡饿肚子 因为在我们的身体 饿肚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胰脏 的 Alpha细胞 OK 胰脏有两个细胞 一个叫Alpha 一个叫Beta Alpha细胞负责分泌 以高血糖素的荷尔蒙 OK 英文叫做Blucagon 然后呢 Beta细胞就是分泌 胰岛素啦 英文叫做 Insulin 这个Alpha细胞呢 它就会 这个是我们天生啊 这个是上天给的自然的 你的肝脏自然而然在你的身体 就会这样子做工啦 OK 天生的一个机制啊 我们的身体哦 这个肝脏 它就会自然而然的 sense到这个 颐高血糖素Blucagon 这个Blucagon 一有啊 你肝脏的糖 就会被 拿去丢在血 让你的血糖高 因为我们饿肚子嘛 不够力气嘛 所以你的身体没有办法 你的身体就会拿肝脏的糖去用 所以你的肝脏没有糖 它就不能制造 胆固醇出来 你的身体的胆固醇 就会下降 OK吗 明白了没有 很容易吧 对吧 所以胆固醇的话 其实是可以不用吃的 我在这边跟你们保证一下 OK 来 讲完了胆固醇之后 明白了没有 Omega-7是如何 降低胆固醇的 主要一点呢 是Omega-7呢 它能帮助 它能帮助葡萄糖的代谢 葡萄糖的代谢 一当代谢完的话呢 我们的身体的肝 就不会降多糖 所以在这里 要降胆固醇的朋友 不要每餐吃过量的淀粉等等 这些东西 这个很重要 然后偶尔让自己饿肚子一下 OK 所以你看又在一样的咯 葡萄糖的代谢一当增加 代谢综合症就会降低 OK 糖尿病的风水也会降低 它就是讲而来去讲一样的东西 又在一样 C反应蛋白一单下降 心血管疾病 就会下降 OK 这些全部都是临床实验 给你们看 真的是有proof 有证明就是说呢 吃这个Omega-7 真的是能帮助到我们的 OK 在这里呢 所以Omega-9 Omega-9也是很重要 Omega-9是我们细胞末主要的成分 主要的成分 所以 但是Omega-9身体能自己制造 这个是重点 身体要如何自己制造呢 在这里要跟你们讲 我们就必须吃Omega-3-6 健康的Omega-3-6 能制造身体需要的Omega-9 你们看临床实验来讲的话 Omega-9呢 如果你直接吃Omega-9 它没有来的比较有效的 你要Omega-3-6 它的效果会比较大的 OK 所以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 Omega-9一系列的好处 这个就大概skip掉一下 OK 来 建议使用了 小孩子两岁以上才开始吃 OK 一天一ml就好了 所以在这里 你们严格的follow一下 严格的follow啊 我这里个人建议你们严格的follow 只有18岁以上成年之后 你们要加量是可以 OK 加量是可以 我个人鼓励 如果你们真的要加量 还是加量在 虽然Omega-7 对我们的事情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呢 真正来说呢 必须脂肪酸 还是Omega-3-6 如果你们要加量的话呢 OK 两者选异的话呢 还是加量 以为硬加国精华油 OK 我个人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呢 Valance 一天吃三包就够了啦 一天吃三包 就是早餐一包 午餐一包 晚餐一包 早餐午餐晚餐一包啊 然后怎样子吃呢 放在食物里面吃是最好的 跟食物一起吃是最好的 我们的每一包 Balance 你翻去它的 后面有precaution precaution 后面跟你讲 mix with salad or mix with meal OK吗 所以他就跟你讲 我是跟着公司的sob走的啊 公司叫你 跟着一起吃 你就跟着一起吃啊 有谁不可以吃 OK 这里还是有人不能吃的 就是有化身敏感的人 sorry 不能吃啊 我所谓的化身敏感 不是说吃了之后会长pimpers 这个很正常啊 每个人都会的 你多更少的问题罢了啊 是哦 吃到化身了 严重要进医院啊 不能呼吸啊 全身起红疹那种整整 比较严重的那种啊 就不鼓励吃 OK 不建议你吃的啊 使用方法 直接吃也可以 你可以一面吃饭 吃饭了之后 直接吃也可以 你要放在食物里面也可以啦 OK 然后来 在这里给你们看一系列的报告 这里是说什么东西呢 这边来给你们看一下 Omega 3跟6 最主要多的还是 硬加果精华油 所以呢 可以的话呢 精进的力允许的话 三种都一起吃 OK 如果三种都有吃的朋友们 在这里 一天三包 硬加果精是比较好的 OK 一包一包一包 三餐 一包一包一包 然后一天三包 一包一包一包 或者是一包也是可以的啦 然后 Risk呢 身体呢 没有什么很大件事什么的话呢 一天一包到两包就足够啦 Risk 主要是吃什么东西 第一点吃骨尾素 骨尾素 骨尾素调节脑神经 调节和耳膜是非常的重要 还有调节我们的胃 骨尾素主要是针对这几个问题啦 还有呢 Squarin OK 角砂锡 角砂锡呢 是提供氧气给肺 肺有一些问题的话呢 就是鼓励有那种哮喘的人呢 这边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呢 有角砂锡的话呢 你的脑也会很健康啦 所以在这里呢 经济能力允许的话 就三种都一起吃 这个吃三包 这个可以的话 一包到三包 这个可以的话 就一包到两包啦 OK吗 在这里朋友们 OK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临床实验 我们的临床实验 各种各样的参考文件 OK 再来原则说明 不得视为具中医学的建议和指导 今天跟你说的东西都是基础的营养啦 营养学 还想再听多一次的朋友们 11月4号 我还会讲多一次同样的东西 就是呢 那就是新加坡的Zoom啦 你们觉得今天呢 很好的话呢 等一下公司呢 今天的课题会upload去YouTube 我真的是真心的 鼓励你们发给朋友们听啦 今天讲的东西呢 我也不会夸张 就都是从书本出来的 因为我都有参考文件的啦 我都有参考我连接 我个人啦 因为我们真的是面对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顾客 而且在以为真的是这么久的信息 因为我又遇到一个很敢讲的朋友啊 很厉害就是Google找找找找 就来挑战你的朋友啊 所以呢 我们都要无时无刻的 真的是一直去读书 一直去找临床实验报告 一直去找那些原理什么东西 参考回 然后呢 才能以最正确的方式来表达给你们 知道我们所学的东西 也要以最简单的方式啦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的这堂课 我们就到这里 来 如果有朋友 我来开放Q&A好不好 Q&A啊 OK 来